大象自動化 大象自動化 目前是位於 規格安工業區裡面 已經成立大概五年 我們秉持著一個 技術跟創新的理念 然後以科學的一個態度 來幫客戶解決問題 大象自動化 大象自動化主要提供的服務是 主要偏向於特製化的 工業自動化 領域的部分 然後我們主要的一些 產品領域 包含了沙摩駐造 還有拖拉駐造 以及一些加工機的 加工製造的一些搬運上下料的部分 所以在我們 大象自動化這邊 我們會針對客戶的需求 以及他們現場的狀況來給予一些合適的方案 去讓客戶能夠做到 他們想要做的一些自動化 甚至是智能化 DSA 他們專注於 製造工業 包括投資 製造工業 或製造工業 或製造工業 所以 KUKA 有一個特別的產品 可以在這類型的環境 當然 我們有些獨特的功能 可以配合到他們的 或配合到他們的項目 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一個小型的操作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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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客戶端的話 通常會使用手臂的話 通常是會在於一些 比較 粗重的一些工作 因為一些粗重的工作 對客戶來講 他們的一些作業人員 都會造成一些 腰部上的一些職業傷害 另外一方面的話 比較會常遇到的一些 手臂上的運用 就是在一些 組裝 或者是一些 標準化的作業 手臂的話 可以讓客戶的 整個產品的品質 更為提升 我們主要的話 是運用 KUKA 機械手的話 主要運用在幾個領域上面 第一個是在鑄造領域的話 我們主要是用在一些 精密鑄造上的一些製程 比如說蠟膜、殼膜 或者是鑄造上面 然後在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比較常運用到的領域 是在CNC 加工的部分 比如說CNC的一些 加工機的上下料 或者是 加工後的群毛絲系統 我們已經在台灣 1999年 你知不知道 夥伴是一種 我們心中 或心中 KUKA 做的 所以 跟同事 我們可以 混合影響 或新興趣 甚至 發展到市場 那目前來講的話 是我們用 KUKA 的機械手 搭配第七軸 跟CNC加工機 還有其他周邊的設備 本線達成一個智能化的生產 我們知道KUKA已經很久 你只要有製造機器人 你就會知道KUKA 那我們是在2016年的時候 跟KUKA成為合作夥伴 其實在合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對KUKA 的結構 精度 都是蠻有信心的 去客戶那邊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大家本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 我們跟KUKA 關係很好 那我們是不是在 這方面的領域 其實是有很大的經濟 所以才會變成KUKA 是很相信我們 作為KUKA 作為社交媒體 我們也會提供一個 平均的方式 給我們 我們為了 搭配合作夥伴 到一個地方 或甚至一個 社交媒體 甚至一個 社交媒體 我相信這方面 是一個勝利的情況 今天 為了KUKA 和也同樣 搭配合作夥伴 ORANGE INTELLIGENZ